上个礼拜的内容 大家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大概几个重点 我们主要是了解那个OS靠件里面的相关的方法 那里面我想最重要有一个叫Walk Walk的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可以把那个 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有的档案通通把它列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开起来 那所以呢 我们配合一个什么OSWalk 然后再配合那个File里面 有一个那个什么 可以Open档案的功能 另外的话呢 有一个Writer 然后Writer模式我们用A 然后呢 它就可以帮我们把所有的档案 一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的TST档案 就变成一个 合并成一个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上个礼拜有讲到 所以如果你那个部分 假如应该有印象吧 还上个礼拜讲 那这个程式嘛 在云端摆馆里面都有 另外影片我上个礼拜有把它录下来 在那个我的论坛里面都有 那上礼拜的东西的话 其实在这边 第五个单元 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相关的档案 其实在我们桌面 上个礼拜是放 桌面上有个全省的那个 邮局的资料 有没有 这资料 那里面的话 我希望把它快速合并 当然比较没有效率的方法 就是直接一个一个把它自己手动开 自己复制贴 可是没有效率 那所以呢 我希望说能够一键完成的话 当然很快就可以直接 这个把帮我合并成一个 O的话 那上礼拜有提到 我就是利用那个 就是刚刚提到那个walk的方法 就可以帮我把它串接在一起 这部分上礼拜都有了 其实如果你忘记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云端的部分 另外的话 我们有讲到有关这个什么呢 资料库部分 上个礼拜的东西 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 这walk的 那我有把那个程式部分呢 我们是用这个walk 那其实VBA里面有类似的 它叫DIR 其实你跑一个回圈 一样可以把所有的资料给合并在一起 那相关的东西在这边 那除了说那个walk之外 其实还有点PASS 还有什么点螢幕 可以把档案给移除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如果有些没讲到的话 可以自行再练习 那这个是上礼拜讲到的程式 OK 那不过我们本来是写完之后 不过我漏掉一个部分 就是把那个里面的变数值给清空 其实变数值没有清空的话 那就会造成什么呢 好像档案本来其实才几十k 所以一下变好几m 所以原来是忘了清 所以变数里面又串变数 又继续串 所以很多东西重复了 另外呢 最后呢 少一个换行 所以你可以在最后加一个换行 所以其实多加了两行程式 其他的话还有包含就是资料库 再来就是说 其实另外我这边有推荐各位用一个OS.System 这个OS.System 其实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你今天 假如不知道以前各位 如果以前有学过那个DOS 那个批示档 那个还蛮好用的 对没有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写过 一些批示档 你要让它执行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OS.System 它可以帮你实行 所以以前的东西 要拿到 假设你对Python不熟 可是你对可能以前的东西还在的话 一些我们批示档 比如说自己下一些指令 比如说要复制档案 删除档案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 DOS底下都有相关的指令 你可以输入什么 Windows键加R 加个CMD 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调用什么 调用我们的这个 这批示档里面的话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里面的指令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Help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这种 以前DOS环境底下 打一个问号 问号里面应该Help 打一个那个什么 斜线 斜线Help 斜线问号 Help斜线 我觉得好像这样子 还是什么 他可以把里面所有的那个指令 通通帮我调用出来 是不是反斜线问号还是什么 里面的话它有相关指令 还是Help 对Help就好了 里面的话就有这些 包含什么 你要移除目录 或者是说重新命名这些 你也可以透过什么 OS系统去执行它 比如说像复制档案其实也可以 那上个礼拜还有讲到有关那个 利用那个这个SQL Live 帮我们做资料的储存 储存当然最重要就是第一个新增资料 比如说我要怎么样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create一个什么 一个误欠 比如说我在这个储存资料之前 一定要先建一个Data Base 其实SQL Live它是一个档案型的资料库 我的习惯是给负档名.db 实际上在手机里面用的也是SQL Live 它也是负档名.db 所以我习惯用.db 像那个网路上其实档案型的也可以 它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不是只有在Python里面可以用 手机或server端的一个小的Data Base 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那我们如果说要先建一个Data Base之后 另外建一个物件叫Cursor 这个Cursor物件其实就是要存取 那个里面的资料表Table的部分 然后create一个Table 就叫Table01 上礼拜讲过 你可以insert into哪个Table 里面放什么资料 所以上礼拜我们主要是把那个新增 新增资料应该都 今天的话还是会用到这个 今天最重要其实也是最困难的 就是再增加网路资料 因为你网路要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那你总要有个地方给它存放 不过其实这一点 VBA导致我觉得比较方便 因为VBA本身就Excel 你就可以把Excel当出存资料的地方 VBA下载 有没有写完程式 资料就可以放在Excel了 可是Python它没有像Excel的一个环境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用Seqlite来做 其实你想说 那可不可以不要用那个Seqlite 你用Excel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你写出去 或者你写出一个档案 不过其他的方法 感觉好像还是没有资料库来的便利 所以还是目前来看 还是存在Seqlite里面 会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案 OK 而且未来如果你要查询资料的话 其实也会相对的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它里面可以下Seqlite 直接查资料出来 那今天的练习里面就包括就是说 如何把上个礼拜的新增资料 再结合今天的那个网路的资料 比如说网路下载资料 就放在Seqlite里面 但是问题是网路上的资料 它不只一笔 它有非常多 而且资料很庞大 那你要一个一个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必须结合上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把资料写到Seqlite里面 再利用上个礼拜讲过的查询 再把它调用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上个礼拜的东西 只要你不太熟的话 请务必就是再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 再把它做一个回顾 删除修改 在上礼拜都会讲过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六个单元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看一下那个 第六之一这个单元 六之一里面的话 几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呢 我如果要下载网路资料 当然网路资料里面包含 蛮多的啦 网页也算是啦 不过网页 因为它结构比较复杂 而且网页里面的话 里面可能会加上 像CSS 像HTML 里面可能还有Java Script 或者是说如果你要传递引数的话 还有Gate跟Post的差异 所以那个变数太多了 所以呢 我如果要下载网路资料的话 也许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 那所谓的简单就是说 它的格式 其实就是本来就是要给你下载的 所以网路上蛮多 那个像什么 所谓的开放资料 Open Data 那其实呢 网路上 其实台湾算是开放资料做的还蛮 蛮多的 算排名还蛮前面的国家 OK 因为我们资料很多 那未来当然开放政府是必然的啦 因为以后 其实资讯太发达了 所以天底下你越想要掩盖 你越掩盖不了 OK 然后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开放 反正我都让你知道了 那你也没什么好猜想 就怕说 你越想要不让人家知道 人家越好奇 有没有 现在很多事情 就都是这样子 政府也是一样 所以政府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 反正我把Data放上面 除非那个有那个 像个人隐私问题 那个当然另当别论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开放 那比如说哪些 像这边的话 网路上你可以往下去找 那在这边的话 我底下有一个开放资料 那当然我是取台北市政府 它的开放资料 当然还有新北市 高雄 还有中央 那目前哪一个做得最好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比较一下 每一个之家是政府啦 中央政府啊 各有优缺点 那我们先取那个台北市政府的网站来看 你把它这个点一下 或者你关键字查那个开放资料 点进去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这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练习啊 目前开放资料呢 使用最多的格式啊 包含像什么CSV 或者是Jackson 或者是XML 或者是TST都有 那比如说我今天以什么 以那个台北市政府的资料来看的话 哪一些最多啊 各位可以看到资料格式 其实它有分类这么多啦 其实你可以自己看一下CSV 点进去它就把所有CSV的格式显示出来 而且比数呢也会告诉你 我感觉好像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开放资料 有点卡 不知道是他这边卡还是我们这边卡 300多笔 你也可以比较一下吧 其他还有什么XML 或者是其他的 那其中104 还有什么 Jason Jason也蛮常用到的 有沒有Jason 这个Jason档 里面的话就是Key Value 所以我前面讲过 不过你会发现他Jason好像才11笔 然后比较少一些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许我们先利用什么CSV 因为CSV感觉好像比较大宗 而且他的优点就是直接一share可以开 那可是问题里面这些东西 假如说我想要找一个啦 比如说零售市场 OK 这个好像不错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零售市场的那个开放资料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小黄瓜 最近一斤多少钱 去哪边找 这边都有 而且他不知道里面 他把历年来的资料呢 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得到 零售市场里面卖多少 其实说真的很多人 吃米可能都不知道米价是多少 他买那个蔬菜水果 他上面好像都有 你可以预览一下 他会把最近的那个一些行情 帮你列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预览的画面 有没有 胡萝卜一斤多少 33块 不过他是1公斤 如果是台斤的话 你可能是要除以0.6 OK 然后还有其他的 青葱 1公斤 我好像有点偏贵 感觉 我好像妈妈比较有感觉 小孩子好像都没感觉 因为小孩子只是负责吃而已 那假如在网路上的这些资料 我如果今天希望 他可以从云端上面帮我搬下来 放到我的Data Base里面 那你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下载资料 第二个的话 不过下载资料会有问题 你如何下载 OK 第二个下载之后的话 你如何把它做切割 因为他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如果是CSV 是以豆典做分割 那你必须怎么样 把它切割 切割完 Sprits 还记得吧 切割完之后 再丢到Data Base里面 一笔RACK就是新增一笔记录 那这边的话总共有900多笔 假如以这个来看的话 或者是说 我云端上本来是下面有一个 OK 我是用那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 转乘停车场的坐标 这个也可以 不过后来我发现 今天我上去看一下 我发现他本来是CSV的 不过他现在 他突然CSV的东西 他把它改掉了 他把它改ZIP 是不是因为我上课用过之后 他发现 他们把它锁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这很奇怪 我后来发现呢 虽然这个不能用 不过其实 我这边好像有提供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 原来的那个网址好像也 还OK 他好像没有改掉 这个网址的话是这个 我本来有的这个网址 这个好像是这个吧 把它点下去 它进来之后 它进来之后 好像这边有一个网址 下面这个吧 我记得 我有试一下 这个 我原来用的这个网址 它本来是在它网列上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把它拿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上课曾用过 他就发现之后 不给我用还是怎么样 这个网址我试一下 Enter一下 这个网址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是从它那个地方 它虽然说网页 它把它拿掉 可是我之前做的都还OK 它没这么小气 公众里面看到 上课 奇怪 其他都没有 只有这个而已 你会发现 我把这个网址 把它下载 下来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CSV档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假如 我们今天第一个练习 就是如果我希望 能够把这个CSV档 给我按右键 开启 这个记事本 不过我建议 你们电脑可以装一个 Nordepay++ 为什么 因为那个Nordepay++ 里面可以看到 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有点像照妖镜 里面有一些 好像换行 其实换行它有分 它有什么CRLF跟LF 有差 而且你如果将来要把它做切割 差一个就不一样 OK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装 那个Nordepay++ 我是建议你可以装一下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这个基本上第一个 下载下来的这一个 里面就是第一笔资料 就是它的栏位 底下的话就是分成什么 向次停车场名称 所以这个应该是实际上可以用的 金纬度 金度跟纬度 那其实这个练习 后面还可以延伸什么 如果你可以跟Google Map连结的话 你可以再把地标 金纬度丢给Google Map 让它显示 甚至可以做出一个图层 让它显示 所有的东西 不过这个可能是 后续延伸的部分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找到 好像还蛮容易的 我看网路上也有人 实际上做分享 有后面这一段 所以如果今天的练习希望 可以从网路上下载 所以待会请各位 如果要下载这一段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个 Ctrl C 也许你先把它 我把它一样贴到这边好了 因为它 旧的它把它拿掉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一串 也就是 一我知道 我的开放资料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呢 我需要什么 去把它下载下来 可是要怎么样下载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单 不过呢 你可能会需要 安装一个外部的套件 叫Request R-E-Q-U-S-E-S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本来是没有安装 不过你如果有装 那个 那个蟒蛇 Anaconda 那个就本身就有 但是因为我们 我还是习惯说 需要的时候再装 因为这样比较 同学比较知道 那待会也会教各位 怎么装那个 外部的套件 所以第一个你用Request 然后Request 也可以把 把那个网址告诉他 他可以把你资料 GET下来 那你就可以抓到 里面所有东西了 其实感觉上 跟那个开个档差不多了 只是说你要外部 去开启 所以呢 我们这边 假如说 目前程式里面 Import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它执行 Import这个Request 它目前会告诉你说 No Module Name的Request 意思是说 它不知道有一个Module 一个模组 名称叫Request 所以请你把它安装 那安装要如何安装 待会要跟各位再讲一下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叫出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模式里面 然后呢 输入一些指令就完成了 Window键加R 记得Window键应该知道 加R CMD就是执行那个文字模式 这个test mode 然后呢 你在这边打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叫Pipe PIP 空一格 Install 空一格 然后打一个Request 就可以了 OK R 这个东西Request 所以你打一个Request Q U D S S 不过特别注意 假如你等一下打了这个指令之后 它跟你讲说找不到Pipe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你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安装Python 我特别有强调 不知道有没有记得 那个Add一个Path 有没有 那个一定要打勾 还记得吗 那个Path 如果你用了打勾的话 你就没有Path 没有Path 它就找不到Pipe OK 如果我有 如果我记得的话有打勾 我Enter键按下去 画面不一样 其实我也不确定这一台有没有成功 或者有没有 重新再安装一遍 Enter一下 OK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出现错误信息的话 它就会连到网路上 并且帮我把什么 这个 有没有Request 这个模组帮我把它怎么样 把它全部下载下来了 那不过前提特别是 你的电脑一定要有连上网路 如果你电脑连不上网路 也一样装不下 所以其实 当然你说你要不要直接装 Onaconda 其实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要的都在装就好了 也不会很复杂 指令的话很简单 就是打一个PIP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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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会帮我安装到哪里 实际上它会帮我安装到 我们的电脑上面一定会有一个路径 最下面会有一个我们专案下面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Python 的路径 它会帮我把它安装到我的那个这个路径底下 应该是你把它展开来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好像Library 这个Library 实际上是一定是一个Sitepack Pack 加一个这个 就是网路上面下载的 所以你如果下载有Request 的话 基本上应该这边会显示出来 OK 这边Library 如果有一个Request 的话 那表示安装成功 OK 另外细节部分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把那个 应该在这里 Request 出来了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安装成功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放 如果没有它找不到 如果有找到的话 基本上我如果执行 这个指令的话 它如果安装完毕之后 input 的那个Request 如果执行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去 刚刚那个网站上面的那个网址 那另外呢 这个档案 我刚刚把它开起来 它应该是一个 我看一下 如果不确定的话 是不是UTU-8 还是另存新档一下 Ansi 有没有看到 OK 所以你不能用UTU-8 如果你用UTU-8 反而是乱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存档应该是用微软的 只有微软才会产生ANSI OK 好 那就是 用CP950 OK 所以我用CP950的话 encoding 所以它其实非常简单 input它 然后再get那个网址 转档 下载的时候呢 给它encodingCP950 再来做一些split 然后切割完之后 直接把它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的资料全部下来了 OK 很方便吧 马上可以下来 而且程式真的没有几行 我觉得其实Python 这部分真的蛮强的 如果你用别的程式来写 用Java写 真的麻烦的要命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 一 先看一下 那个我们 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一个网址 其实这个 就是我们要下载的 那个 CSV档的位置 二的话 请你到你的pipe 就是到你的文字模式 里面的输入pipe 空一个install 空一个request 如果你配置没问题的话 应该就可以执行 但是呢 如果你的路径有问题的话 可能你就要用第二招了 第二招是什么呢 就是你再去开启什么 开启你的那个路径 假设你没有那个路径 没有设定正确的话 另外有个方法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 从这边吧 我记得你 假设这一个 你的安装路径 你就自己找一下 里面有个script 这个里面一定会有个pipe 实际上 那个paste指向的 就指向这个 ok 所以如果 你假设你没有设定paste的话 你还有另外一招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你就到你的python路径底下script 上面点一下 这招可以学起来 很简单 打一个cmd enter一下 意思就是说 他会开启 文字命令提示资源里面 并且帮你把这个路径带过来 你会发现 c帽号python的script 也就是说你直接在这边输入pipe 空一格 空一格 install 也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那个 怎么样 就是设定路径 paste 应该懂的意思 paste其实简单讲 就是帮你设定一个捷径到命令提示资源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想 你就可以直接到你那个目录 scripts里面安装 也可以啊 没问题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即便没有设定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cmd 你这招其实可以学起来 这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ok 这样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呢 请各位先安装 那个什么 那个request 先安装 你才有办法去下载 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到那个开放资料里面 当然你练习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用那个 刚提到那个停车 捷运站停车场那个位置的csv 你也可以找其他些 像刚刚那个零售市场的那个价格 如果你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也ok 只是说你要知道说 他那个csv档 有哪一些东西 你可能要注意要切割刚刚好 才能够显示正确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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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